小心會滑 很漂亮 你現在要帶我們來這個地方 你主要讓我們看什麼東西 看台灣的國寶 很多台灣人不知道的國寶 現在是整個瘦彈皮的水域 那我講國寶其實在正前方 有看到嗎? 就是這個福島 每次講福島都以為日本河電廠的福島 浮在水面上的島 但它應該都是植物所構成的 都是植物 水蒸豬久了之後 越來越有豁鳥上去 烏龜上去 青蛙也上去 然後不只水蒸豬 連陸地上的植物都有 後來連樹 連那些蕨類 藤蔓都有 比較珍稀的植物其實都在上面 真的 包含你現在看了 好像有樹對不對 那都是水澀流 這個就是這個 就旁邊 這是目前的福利區 這都是小孩子 那個老的都在上面 台灣有350幾種本土水蒸植物 這邊佔全台灣三分之一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 這麼物種極度這麼高的地方 以前全世界最大的福島 在日月潭 日本清掉 那這個福島的行程是怎麼樣子的 它有蠻多原因在的 你看現在草這樣長對不對 有時候颱風來之後 整個草 越長越多到水面去 然後颱風來被扯開 到水中間去了 就小小一坨嘛對不對 可是有地形風 它就會整個很多島 就糾結在一起 咬起來就變成福島 咬起來 而且那個草才小小而已 可是要大概八百多年 甚至到一千多年 才會形成這麼厚的 這島上現在幾座 兩座三座 以前更多的就是有被破壞過 所以目前只剩 現在看到左前方這邊 有一個比較厚的 比較綠色 所以它目前不會動 那之前 右邊這塊比較薄的 它就是被颱風吹 吹到南邊去 到那邊 過了一年又再被水流帶回來 所以這個變化真的很大 我沒有想像是這樣子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 國寶級的濕地 這邊的豐富度 這邊的物種奇異度 光是這個福島 全台灣就這裡有 那我們去找資料 全世界 聽起來好像蠻多 好像四五個 可是有的是人工的 什麼蜜蘭 滴滴可可 然後東南亞 可能有些草坦 那個台灣都有 加加點扣一扣 就大概只剩 可能德國跟我們這邊有 那你上去過嗎 有 我們有上去過 做調查了 踩上去的感覺是怎樣 上去 有沒有上過水床 有 就像那樣 例如說兩位都停在上面 然後我再跳上去 我現在跳上去 我們上去 我們上去就會這樣 晃 然後如果我們現在太靠近的話 就會這樣慢慢下沉 你要刷運 然後慢慢進 所以我們要不停地 換那個重心的位置就對了 對 不只喔 你可能還要減肥 我們有生命的危險 那這樣民眾 可以上去嗎 一般民眾不行 因為其實這個千年一扇的湖泊 它蠻危險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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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會